国际上政局多变 那让企业的财报又是多空并沉 还有国内的核四争议的冲击 所以台股呢上周五是跳水 重挫幅度高居雅谷之冠 那未来一个月呢 台股可能会维持这种区间整理的趋势 而盘面的观察重点 首先是恶乌均衍 因为就增添了国际股市的变数 而台股是否会持续转弱呢 投资人要严控这个持股的风险 那更多观伴重点 我们来看今天的就事论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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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